抱抱 今天你兩個朋友來家裡玩囉 你好 小光 小圓你好 點光園三人娃 你們好 你們嗨 嗨 你們的媽媽們要對談 好不好 嗨 哦 原來點光園的爸媽都是心理學博士哦 我們來聊聊心理學吧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趙小喬 女人說 嗨 心理學博士 你們好 人家博士耶 哭 劉威群好開心喔 劉威群你一個人可以顧三個嗎 他都顧不了 他超恐怖的耶 你恐怖的話就說好 好不好 對 你在幹嘛 他在撞枕頭 大 你看你呢 點點 是這樣子喔 點點 小圓很有趣就是他坐在一個地方 他就坐在一個地方 就這樣 來 哥哥 喔 他不動耶 好 哥哥扶 哥哥扶 你們拍手 接住 接上 你應該真的要去看幼稚園喔 謝謝 謝謝 你跟小包小圓一起跳 好 今天很開心喔 小圓跟小光的爸爸媽媽都是心理學博士 所以呢 有一些對於心理學的迷思或刻板印象呢 我們今天要來一一破解 讓大家更了解心理學到底都在念什麼 要來歡迎小圓跟小光的媽媽蕙齒 來拍手 好 欸 念心理學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好 你是呢 唉唷 寶寶 寶寶 你要受痛嗎 來 小圓我來 不要吃拳 你都挑輕鬆的照顧 小圓他現在呢還不太會爬 很乖的就會坐在那裡 沒沒 過來我一直抱兩個 拜託我OK好不好 好帥喔 再見 唷 娘奶奶是不是 來我發一支 參加活動都可以拿一支 看小媽去哪時候 小光跟小圓現在11個月 兩個個性很不一樣 小光是姐姐然後發展比較快 摳一摳 哪些問題其實是屬於心理學的範疇 泰森舉得一個例子很好啊 就有一個洋裝 然後就問大家說 欸你覺得是藍黑色還是白金色 我跟你講我跟蕙齒聊完才發現說 哇原來心理學真的跟大海一樣深 我們先跟大家講好了 我们是景美认识的嘛 景美女中 然后后来你是念辅大心理系 研究所的时候跟泰山认识 对 佛光心理系 到博士的时候你是在政大 对 社会心理学 社心人德主 我的研究所是念认知发展 那泰山呢 就是博士他是师大吗 他是公认知教育 主要做的研究是幽默心理学 幽默其实很难耶 他要什么失调解惑 就是其实他有很多历程在里面 基本上心理学就分两大类 一类叫做基础学科 一类叫做应用学科 基础学科就是不管你以后怎么用心理学你都要会的 所以大学呢就是基本上都会学到 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人 阿妈妈也是人 大家最喜欢问我们说我们念完之后 是不是知道人家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想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 就例如说我们怎么去思考 你知道思考在哪吗 在大脑对吧 对耶 其实要问这个 你平常上课都是这样问学生的吗 真的有点难回答你的问题 心理系的普通心理学的第一章就叫做大脑 人的思考最重要就是从大脑开始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大脑是怎么运作的 从大脑的结构啊 大脑皮质 那大脑完之后因为我们有五官 所以这就叫知觉 知觉就是你可能很多物理刺激进来 像我们说光波拉 声波 可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洋妆其实它进来是 其实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蓝黑 为什么会觉得是白金 那就是会加上一个主观的诠释 所以知觉就是你的感官价加上主观的诠释 接下来你怎么去处理这些讯息 那就是认知心理学的范畴 从受精卵开始就是发展心理学 一直到老年人 你到底每个阶段发展什么 那你知道我们人就是有个性 像我们有人格心理学 那我们要说人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比如说今天呢 在捷运上大家都在滑手机 你本来不想滑 可是大家都在滑 你可能就觉得那我也滑好了 这是社会心理学 蛤 这就也是心理学的范畴吗 很多人都说有什么样的特殊才能念心理系 我常常跟高中生讲啦 就是你喜欢人 你只要对人有兴趣都可以念心理系 你可以在心理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 喜欢数学 然后又对人有兴趣 他可能会去做技术 其实这些都是基础心理学 还没到应用哦 那大家喜欢的像说心理师 对 有没有 会常心理师 或是职场心理师 因为其实都比较属于应用心理学层面 也就是说你怎么把刚刚的基础学科 用在不同的层面去协助更多人 很多人都会问说 我跟心理师讲话 跟跟我朋友讲话有什么不一样 心理师不是一个只是听人家讲话 嗯哼啊 听完就好了 我觉得他很像一个侦探 他可能知道他大脑的结构 他可能知道他家庭的系统 他可能从他的讲话的内容里面 发现说 他受到哪些环境的影响 那这些都是基础学科给训练 在跟个案做对谈的时候 才抽丝脖剪 找到最重要的关键 然后去治疗他 或是去评伴他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还是 高一的时候大家都学一样东西 然后高二要分所谓的文组跟理组 然后那时候呢 其实我最想念的就是心理 因为我很想当心理医生 就是我觉得我想去治疗别人 解决别人他心里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在台湾要当心理医生 你要念医学系 心理系的患者去当咨询 所以是每一个地方的制度不一样吗? 对 应该是说我们都觉得心理医生很帅 然后这个都在美国的医集里面 其实心理医生 医师 那是美国的制度 因为在美国叫医生 他们一定是医学院训练 然后拿到医生执照 所以美国的心理医生是可以开药的 如果你是忧郁症的诊断 我就帮你看一些抗忧郁剂的药 知觉失调症我也可以开药 可是台湾叫做临床心理师 叫做治疗心理师 就不是医生 所以他不是医学院 他不能开药 对对对 开药的话我还是得要去看精神科医师 他才能够开 相关的有关于精神的药物给我 对对对 临床心理师跟智商心理师 不是念心理系就可以考 然后有时候你算一算啊 台湾的临床心理师跟智商心理师的训练 其实比医学院还久耶 心理系的研究所毕业之后 那这个毕业里面呢 他要有见习跟实习 OK 然后你还要写完论文 拿到这个学位之后 才有资格去考这个证照的考试 四年加四年就八年的训练了 所以呢你要考证照资格是八年 那你有没有办法马上考上了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你跟你老公如果不念 资商或临床 那你们出来是要做什么 有些其实是在中科院 我做研究 如果是工商组的博士 他们有些会在104 他可以在很多场域里面这样子 小光你怎么样 好想看 啊小光 你一直在跟我们对话是不是 那么可爱 其实我们两个还有共同的朋友 叫秀欣 他生了三个小孩 然后秀欣每次只要发生育儿的问题 或者是他爆炸的时候 他就会说快点快点 心理专家 好像告诉我这个时候怎么解决 所以说真的你跟你老公都是念心理学博士 婚姻的相处或是育儿 你真的比一般人更多的专业跟耐心吗 秀欣比较早生小孩 对 然后 他最大的小孩现在已经 要升高 高中了 对 因为我太喜欢小孩了 所以 当然小孩其实我都会去跟他们玩啦 就像你讲的秀欣 就会一直问我说 欸怎么办 其实每次他打给我 大概做的事情就是陪伴 听他讲完之后呢 就说他很棒 然后呢 他就说可是书上说什么 专家说小孩不能爆 哭了爆会怎样 我说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找陪伴说 小孩哭了要马上爆过来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各个方面的方式都有人去支持 最了解小孩的是你 那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 其实我听完之后 我也不能做任何判断 但是呢 我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你是一个很棒的母亲 所以你所有做的都是为他好 所以我就是会觉得 他一定是做出最好的决定 所以我大概只有这样陪他过来 这样算专业吗 我觉得是很专业 因为通常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讲话 会时啊 他从以前就那种 讲话非常柔 你真的很难听到他生气的感觉 跟他讲话就很容易被疗愈到这样子 心理学博士怎么吵架 我拿我的理论出来跟你比 是这样吗 当然没有啦 不是吗 没有空再去设取理论 那从一开始我们的吵架 因为我就是很标榜就是觉得要沟通 就逼他讲话 那但是后来发现 这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在吵架的时候 难免就是你会 情绪会影响到很多女人 我们现在就会练习 真的气到不行就说我现在真的很生气 你不要跟我讲话 我们等会再聊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至少第一件事会先提下来 然后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相处久了你也知道对方一定 目标都是共同的 然后对方也不是有恶意 那至于怎么沟通我觉得 也跟心理学理论也没什么 没关系啦 我们还没聊完你就肚子饿啦 嗯 如果真的你念心理 你这样照顾小孩也比较好吗 发展心理学就会讲每个月他们发展到哪里 那时候他们才两三个月嘛 大家都很喜欢看到小孩就这样 嗯 嗯 我就跟学生说他们还不会玩 她说怎么会呢他们笑得很开心 我说因为他们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物体恒成概念 所以呢他们 不会去找不见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你消失了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入理一下 哦 就像他们最近其实他们很喜欢丢东西 餐饮上就东西就这样丢下去 那当然 大人可能就会说 哎坏坏哦 不要丢这样子 嗯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 没有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东西丢下去之后 跑去哪里他们想看 所以我就不会觉得他们是坏坏 练了心理学在对待人或是对待他们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他到什么阶段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件事就差很多 就会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有耐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帮助啊 虽然我知道有时候会想也会传讯息给我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有情绪 对 对 还是得处理 所以还是要靠闺蜜啊 对 但是我说真的就是也因为你的心理学 我觉得你更知道自己有情绪 很多人有时候不自知 尤其是吵架的时候 你很多情绪性的用语出来了 对啊你不是我爱我了 可是你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其实我就是常跟大家原来说 其实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是做自我觉察 哦 所谓的自我觉察是你多了解自己这件事情嘛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天啊我跟自己相处 我40年了我怎么不够了解自己 很多人都不了解 对 在你面对很多人生抉择的时候 你都要重新维持 我到底是谁 我要什么我在乎什么 不管是当年什么科系 或是毕业主要做什么工作 甚至做工作都要换工作 换工作之后你可能退休 都要问说接下来我下一步要干嘛 其实这每个抉择里面都一直在问自己 我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自我觉察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包含刚刚你讲的就是自我觉察里面的情绪觉察 我觉得情绪真的超有趣的耶 小圆呢她有很多情绪 因为他们现在不会讲话就会嘀嘀叫 那其实大部分都说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包含我 我可能觉得小圆怎么了不要生气 那有一天我往下洗澡的时候我忽然看着她 我就说小圆情绪明明就很正常 我怎么可以一直叫你不要生气呢 你就是生气了呀 啊你生气就只能嘀嘀叫 所以我应该更努力找到你为什么生气 如果你长大了 你生气的时候我叫你不要生气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不可以叫我不要生气 我们不会说你很开心叫你不要开心啊 对这个我自己也有给自己功课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文章 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 他说有很多的长辈他都是处理宝宝就是不要哭 不要闹就好 所以可能比较容易会有比如说3C育儿的问题啦 或者是像你讲的不要哭你最好安静 乖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呢很多的妈妈是会去了解 你为什么生气 你为什么哭 你是肚子饿了 还是你是哪里不舒服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对我要去了解我小孩 他为什么会这样 就包括我从戴犬犬开始 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男生哭什么哭或什么 对 可是我从来不会 他哭半小时我就陪他半小时 我就会觉得说 爱就是某种陪伴 对吧 你也觉得不错对不对 正式的我也很开心拍这支影片 因为我觉得我才能够好好来跟你聊你的专业 就像有一天如果我跟你好好聊我的演艺圈这样 今天只是初浅聊就包括 因为他其实比我早结婚 结婚了七年都没有小孩 所以后来是因为我去做事馆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他就是也是去做小孩 然后也成功了就是小圆跟小光 那时候也是一起大肚子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一起育儿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心理学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提出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再聊聊 听惠池说他的学校教室评鉴是很高的风俗 学生们都很爱上他的课 要问学生 学生起留言 讲到自己的专业的时候就是 闪闪发光不一样 真的真的真的 你看惠池很有心 他都做小光跟小圆的扇子 然后点点宝宝就很可爱 就说你的小圆小光了 他就哆哆哆哆 他就会去找扇子 今天是你的小时期 好 你要表演是不是 1 2 1 2 他可能不习惯我的声音 对 蔡小元 她 她的三会有点臭铃呆 1 2 8 接下来我们三位小公主啊 她在喝奶就OK 你看我们有多热闹 以后我们就会继续这样子相伴下去 好 我们再去一起做好多事情 我们一起錄完好不好 好 嘿 好不好 好啦 拜拜 下个终于在一起了 你们会拜拜 1 2 3 拜拜 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